主播記者目前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新左營的高鐵站 可以看到現場是滿滿的人潮 大家都在趕搭車要回去北上了 因為今天是國慶連假的最後一天 其實高鐵站從一早就湧入了滿滿的遊客 那麼大家其實都是大包小包的行李 然後趕快要去搭車 其實在售票處那邊也有不少人在排隊 因為有些人可能當場的時候 之前的時候沒有買到票 所以必須要在當場買自由座來搭乘 現場可以說是人潮是若意不絕非常多 而且那個售票口也是大排長龍的狀況 那其實新左營站這邊另外一邊也是這個台鐵的月台 台鐵月台其實我們剛剛過去看也是非常非常的多人 大家有的人可能是因為沒有搭到這個高鐵的售 沒有買到高鐵票 所以呢希望還有座位的話會改搭這個台鐵 那其實台鐵這邊也是非常多的民眾 都是趁這個連假的最後一天要趕快來搭車 因為怕比較晚的時候可能會買不到車票 或者是剛剛也有民眾也有說 因為當初買車票的時候 月晚的車票已經全部都被賣完了 所以只能買這個下午或者是早上比較早一點的時間 就怕月晚買不到車票的話 可能要一路站回去 其實非常的麻煩 以上就是目前來自高雄的消息 前張鏡頭交還給棚內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靜好新聞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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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